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論當世,思來者, 和大家一齊誓說太史公,史記。 漢四年冬,彭王與漢王相拒應揚, 楚漢相辭在應揚,彭越攻下衰陽, 外王十七成,在漢羽後面, 把衰陽外王十七個成,以前魏國的地方,被彭越打了下來, 漢王聞知,漢王聽見自己後路不穩, 乃使曹救守城稿,叫曹救守住城稿, 自東修彭越所下成一,自己去攻彭越, 皆復為楚,結果又被他打贏了, 越將其兵,北走谷醒,彭越帶兵, 北走避了漢羽,漢五年, 到了五年,漢王南走楊夏, 漢王向南走楊夏, 漢王一走開,彭越又拿回地方, 漢王一回來,他又沒有了地方,其實不停在那裡, 大家在那裡,走來走去, 彭越伏下槍一旁二十餘城,又被他拿回, 德谷十餘萬窟,搶了楚國的糧食, 十幾萬窟,以給漢王食, 來給漢王做軍隊的食糧,漢王敗,這個時候漢王又打輸了, 史史趙彭越並力激楚, 找人來趙彭越一起去打楚國, 越弱,彭越怎麼回答他呢,毅地初定, 常衛楚,未我去,我剛剛才拿回地方回來, 我的兵很怕楚國,不可以去, 漢王追楚, 這個時候楚國退一點兵,漢王追楚國, 為漢籍,所敗顧寧,被漢王在顧寧打敗了, 乃為留侯若,於是他就問張良, 留侯就是張良,諸侯兵不從,為之內何, 為什麼我叫那些兵,諸侯的兵來幫我, 他們不肯來呢, 劉侯若,張良是屢出奇蹟, 張良應該怎麼說呢,在戰略性關頭, 提了很好的意見給劉邦, 張良說, 齊王信之立也,齊王那時候韓信, 置立為齊王,齊王信能夠變成齊王, 非君王之義,不是你的意思, 其實他要脅你的,信亦不自見, 所以他自己的心都是不放心的, 好了,這個就是韓信, 彭越本定良地,彭越本來, 打良地是他打回來的, 攻多很多攻,指君王以魏炮故, 當日說要立魏國的後代,所以就立了魏革, 西魏王魏炮做魏王, 拜彭越為魏上國,彭越只是做魏的上國, 今炮死母后, 現在魏炮已經死了, 並沒有後人,且悅亦欲王, 彭越也想稱王, 而君王不早定,而你不封他, 不早點決定,與此 而兩國約, 應該聯合齊國和魏國, 作出了約定, 他們兩個在等你, 答應他們的事情,即勝楚, 如果打贏楚國, 你就立即答應他們, 衰陽以北至谷城,由衰陽以北至谷城這個地方, 加以王彭上國,全部封給彭越, 重塵 以東赴海,由陳國 向東去到海邊,就是封給齊王韓信, 為什麼這個地方要封給韓信呢, 這個是以前的楚地, 他就將他劃給齊王韓信,為什麼呢, 齊王信家在楚, 因為韓信也是楚國人, 此其意欲伏德故义, 他希望他的鄉下封給他, 軍王能捐齒地許二人, 你能夠將這些地答應給這兩個人, 二人甘可知, 這兩個人就會來幫你, 即不能是未可知也, 如果你不能夠給他們, 接著他的發展如何呢, 就難以估計,很危險, 於是, 漢皇帝法使使彭越, 劉邦所謂的天壽, 就是他聽見一個聰明的計劃, 他立即知道, 就找人去跟彭越講, 如留侯賊, 好像張良那樣講, 是者治, 果然一講這個, 彭越乃率任兵回該下, 彭越帶了兵來圍攻漢羽在該下, 誰破楚, 於是滅了楚, 五年, 漢籍已死, 漢羽死了, 春天, 立彭越為梁王, 彭越就做了梁王, 刀定徒, 在定徒那裏見刀, 好,這節結束了。